太平岛是我国在南海最重要的一个领土 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关键 在陆战队撤离之后呢 是由海巡部队来防守 为了应应可能的变局 国安单位在4月10号 秘密在太平岛举行了收复演习 假想的是遭到敌军战礼 而我国出兵收复 而这个演习呢 全球各地都很关注 但国安单位决定保密 所有的影像一律禁止外流 带头冲进海里 AAV拐两机突击车 这回不是救灾尖兵 而是无敌水鸭子 在海中快速前进 远方的登陆区 看得到的都是掩齿树 跟台湾本岛的地形不太一样 AAV拐这回要抢摊的 就是太平岛 虽然这是去年8月 海军陆战队运送火炮 上太平岛的画面 不过却也等于是预先 为太平岛演习 进行场地探勘跟演练 确定一切部署完成后 收复太平岛演习 4月10号悄悄进行 收复太平岛演练 军方跟国安单位保密到家 假想太平岛遭到敌军占领 我国派出陆战特遣队 抢摊收复 动员战车登陆舰 成功极舰 康定极舰等六艘军舰 另外还有红雀UAV全程监看 以及20部AAV拐两栖突击车 另外还有200位陆战队员 搭配海巡部队 全力收复太平岛 大家心里面其实是 是蛮振奋的 会觉得说 我们的国军 或者是我们的部队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看到这么逼真的登陆演练 海龙花兵出身的江启臣 4月10号当天 也在海军司令部 全程紧盯演习视讯 立委看得很热血 不过国安会却决定 对国人保密 这样一个演习 美国事先不可能不知道的 既然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潜在敌人都知道了 而且呢 在对面的那个中洲礁 太平岛对面的中洲礁 越南只要用高倍数的 这个望远镜看 清清楚楚 南海资源各国际予 太平岛的位置高度关键 政府难得亮出军事muscle 展现决心是件好事 但却拒绝对外宣传 就怕太多的难言之隐 把好事变没事 周恩星光下欢迎你们 SN小组 台北报道